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萬有引力 國商會再講一次 這就是牛頓大哥發現 任何兩個具有質量的東西 都有彼此互相吸引的力量 因為只要有質量就有 所以叫做萬有 因為是彼此互相吸引 所以叫做引力 所以叫做萬有引力定律 只要有這樣東西就會彼此互相吸引 這稱之為萬有引力或者叫做重力 所以我會吸引你你也會吸引我 我們兩個都在互相的吸引之中 因為我們都有質量 那麼就有一個重點 叫做萬有力的大小跟質量層計層正比 跟距離平方層反比 這裡有個神奇的公式 不用背它 對於國中生沒有用 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交機 我們沒有交這個機子 所以我不會真的讓你算它有多大 我們就考這個 質量層基層正比距離平方層反比 我告訴你距離變兩倍 請問你力量變幾倍? 問你質量變三倍 請問你力量變幾倍? 如果再稍微複雜一點就是告訴你說 有個星球密度是地球的幾倍? 半徑是地球的幾倍? 然後就問你說它的表面的引力是地球的幾倍? 我畫一下換成質量換成距離就好 那麼叫做質量層基層正比 距離平方層反比 這個距離如果算到地球 如果是我跟地球的吸引力 這個距離是要算到地心 為什麼你不要管? 原因你不要管 這個結果是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所謂的跟地球引力 這個距離要算到地心 算到地心 OK? 看一看這公式 就用一下成正比跟反比就可以了 這個乙力是互相吸引的 甲會吸引乙 乙也會吸引甲 甲吸引乙向左拉 乙吸引甲向右拉 所以兩個是大小是相同的 方向有相反 沿著連線上 你看 就在圖上所顯示的 這個在國上會變成所謂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以後再說 反正就是我們 我吸引你 你也吸引我 蘋果吸引地球 地球吸引蘋果 這羽力哪 一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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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麼 我們在星球上所受的 星球的萬有引力或者重力 就稱之為它的重量 我們用一個比較簡化的方式 忽略掉一些事情的方法 我們就會告訴你說 在地球上 質量60公斤的東西 受到的地球引力就是60公斤重 就表示你的重量就是60公斤重 就是60公斤重 所以這就是 物體受到星球的重力 就稱之為它所謂的重量 那麼 同樣在 同樣的 在地球上的某一點 東西當然是質量如果越大 它的引力就越大 因為質量成績成正 最好它的重量就會越大 如果是一樣的東西 離地心越遠 我們剛剛講過 距離是要算到地心為止 離地心越遠 然後重量就會越小 重力就會越小 外引力就會越小 然後就會問你說 我從地球的半徑是R 我拉到2R的地方 請問你力量會變成幾倍啊 類似這樣的問題 就是九越的跟距離平方層反比 距離平方層反比 那同樣的東西在不同的星球 因為不同的星球 有不同的密度 有不同的範境 所以它的外有移動就會不一樣 所以它的重量就會不一樣 可是質量是一樣的 這我們在剛才講符合定律的時候可以強調過 重量才是力 質量不是力 地球搬到月球 質量不會變 可能重量會變 重量會變 所以質量沒有變 可能重量會變 重量會變 畫上去的伸長量就會變 這是我們前面教 補課定律的時候說的 可是質量還是一樣 所以月球的引力 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 所以一個六十公斤的東西 地球上叫六十公斤重 不然到月球質量還是六十公斤 但重量就只有多少 十公斤重 因為呢 月球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OK 這些都是因為重力的關係所造成的結果 蘋果會掉下來 地球上的東西 基本上丟出去都會往下掉 為什麼 地心引力的關係 地心引力的關係 都往下掉 然後呢 人造衛星 或者是月球會到地球轉 國山會交出需要一個向心力 那個向心力誰給的 就是萬有引力給 萬有引力給 然後向心力 然後呢 這個是國山的地科要交的事情 海水會升升更要潮汐 海水為什麼會升降 就是受到隱密的影響 太陽跟月球的隱密的影響 所以會有深深這樣的狀況 潮汐的漲落 我們的習慣上的說法是 電視上電影上看到太空人在太空旁邊飄來飄去 我們嘴巴上的說法叫做屬於失重狀態 失重好像是沒有重量 不對 不是 人造衛星的高度沒有太高 可能只有幾百公里 地球半徑6371公里 你放到你地球表面6371公里的地方 距離變兩倍引力還有四分之一 你80公斤的東西還有20公斤的引力 所以他並不是沒有引力 引力還是在的 引力再怎麼飄來飄去 那就要解釋起來就有點小麻煩 國中生比較能夠理解的方法是說 因為這個時候我們的引力當作向心利用 所以引力拿去別的地方用 看起來跟沒有引力一樣 所以就飄來飄去 就是國中生比較能夠理解的講法 當然還有一些更正式的更好的說法 我們沒有膠沒有血就忘掉它 忘掉它 所以並不是這個太偷人並不是沒有受到重力 還是有而且還不小 還不小 只是看起來就沒有引力的樣子 所以叫失重狀態 剛才講海水會深深降降 受到太陽跟月球的影響 太陽很大很重 月球比較小隻 可是我們會告訴你說 月球的影響比較大 為什麼 為什麼月球影響比較大 為什麼月球影響比較大 要換美女對不對 剛五美女 有 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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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月球影響比較大 請坐 因為月亮離地球比較 距離平方成反比 所以距離的效果很大 它兩倍啊 質量變兩倍 只是力量變兩倍 可是距離變兩倍 力量變成四分之一啊 所以距離力量比較大 所以因為比較近的關係 所以呢引力比較大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請謝謝課堂練習